夏天的时候西瓜的里面打入一个母鸡蛋 这才是这个季节西瓜最好吃的做法 不接受反驳 三毛一斤的西瓜准备一个 从中间给它切开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西瓜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去皮以后再给它切成碎丁 切好油后放进大碗中 然后再准备一个鸡蛋打进来 再加入一勺的白糖 然后把西瓜给它倒进破壁机的里面 把盖子给它盖盐时 按破壁键给它打成西瓜汁 搭好以后倒进大盆中 然后加入三克酵母粉和三克白糖 酵母粉一定要用耐高糖的酵母粉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多搅一会儿 然后在盆中再加入300克左右的普通面粉 然后我们再用筷子给它搅拌成絮状 搅好以后在盆中加入一勺玉米油 没有玉米油的可以用黄油代替 加入玉米油 这样揉出的面团会更加的光滑又柔软 然后我们给它揉成一个不软不硬的面团 揉好以后我们再盖上保鲜膜 给它盖盐时 然后放在一边给它发酵40分钟 我们再准备适量的豆沙放进盆中 然后再把豆沙我们给它团成大小均匀的芝麻球 这个时候我们的面也醒好了 醒成我们视频中这样就行了 案板的上面来一点点干面粉防粘 再把我们醒好的面给它放到案板的上面 然后再用我的左右手使劲的揉多揉一会儿 把面团里面的空气我们充分的给它排出来 然后再给它搓成一个长条 再给它分成大概80克左右的小剂子 再拿出其中的一个再给它揉一会儿揉均匀 揉好以后再给它按牙扁 再把我们做好的豆沙球给它放到中间 然后再把口慢慢的往中间收 给它收得紧一点 收好以后再次给它放到案板上团成圆球 然后再用两只手拱起来给它搓成长条 搓成中间粗两头细的长条就行了 搓好以后给它放进蒸盖的里面盖上盖子 然后再给它显发至1.5倍大就可以了 我们在上锅蒸的时候冷水上锅蒸 上汽以后蒸15分钟就行了 关火以后别急着开盖 再给它焖5分钟再打开锅盖 打开锅盖的时候满屋都是西瓜的清香 我们这样蒸出来的西瓜豆沙卷 不光造型好看 而且捏起来也是蓬松又渲软 掰开以后里面满满的都是豆沙 早上的时候就着西饭或者是牛奶喝 而且这一个做法就连爱挑食的小朋友 也能够多吃好几个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